邪惡養母上網買精,逼女同懷孕 生不到BB可以領養 但一個移居英國的美國離婚女人 自己因為健康問題做了絕育手術 獲准收養三個養女都不夠,還想收養 被拒絕後,她竟然叫大女人工受孕生BB 平時又經常虐待另一個養女 還有被告上法庭,被法官罵邪惡和自私,判監五年 這個變態養母,在網上買冷凍的精子 幫當時只有14歲的大女人工受孕 誰知搞到流產,但為了讓養母愛自己多些 加上不敢反抗,大女仍然默默忍受 兩年來,七代在自己的房間人工受孕 養母為了確保她生女,更加順便方 逼她吃特製養製品和簡性的食物 到了16歲終於生了兒子 但怕一心要女的養母對兒子不利 她開始不聽養母說,甚至離家出走 現在19歲的她和兒子一起住在孤兒院 另外,她亦指正變態養母 在四年前,虐待當時只有45歲的養女 例如乖乖地坐下,便會被綁在椅子 封住口,平時又打又鬧 如果不是大女打破沉默,挺身而出揭發 可能她兩個妹妹現在還被人虐待 那